L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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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 在床上去叫 基本上也是 哈喽人啊! 欢迎回到我的YouTube频道 今天我们收拾好行李 因为我们要在新西兰 浏览一个星期 跟物主说好再见过后 我们现在就要往南部出发 我们要睡哪里咧? 我们真的不知道 就是不知道我们现在要睡车里 还是要找一个露营基地 那边搭帐篷 是一个未知之数 往南部出发的时候 我们经过了一个小镇叫Wireau 就这里有一个灯塔 非常出名给人家来打卡 今天是十二月二十五号圣诞节 通常从这个星期圣诞节 开始到明年的一月第一个星期 星期来他们都会放长假 所以整个小镇就非常的紧 就这么刚好 当我们要找Public toilet的时候 刚好看见一个sideboard 说这里可以overnight parking for 车还有camper van 就这样我们决定今天在这里过一晚 而且是在车水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车过夜 不知道会怎样 在新西兰你不能随便找一个地方 停车来过夜 因为这次会被罚款的 所以你要注意那一个sideboard 我们今天这一天 在车上就叫 Wireau 这一次体验 这个是很好exy 好 明天会腰伤被痛 哈哈哈哈 晚上还下大雨 哦对 然后现在就是夏天的时候 6点多天已经开始亮了 我们现在就要往Napil的方向出发 来说一下我昨天睡车的感想 就很像你想想你在装飞机 这样就是你的空间有限 你的脚就会很不舒服 就是你会一直行睡行睡 这样就是中间我应该有行睡了 就是两三次吧 然后才终于凹到天亮了 我们到Napil啦 那个海真的是很美很深的 蓝很清澈 这真的是美如画 我们到Napil 买了搭帐篷的设施过后 今晚我们打算住在TOP10的Holiday Park 露营搭帐篷 这是我们第一次搭帐篷 我们大概有炸了一个小时 最后顺利完成了 真的是很有成就感 的转积 没有可能 有可能 我们在我中央的旅行 我们三个人互相帮忙分工合作 顺利把帐篷扎了 在天岸之前 来给你们看看帐篷里面是长这样的 我们买这个帐篷是for六个人的 但是我们放两个sleeping bag跟一个气垫 其实那个空间只是刚刚好而已 今天大家都很累 因为昨天在车没有什么睡好 所以晚上就随便煮了个简单的干烙台湾面来吃 现在带你们来看就是Holiday Park里面的有什么设施 可以说这里的设施非常的完善 连厨房都这么完善 冰箱煮饭的地方 洗碗的地方 alvern microwave toaster 包水的什么都有 设备齐全 相比睡车的话帐篷其实会比较好睡 因为你有sleeping bag 然后我是被那一个大风吹醒的 就是一直有风摇到那一个tense 这里有个TV launch 就是可以在这里看电视机啊 充电啊还有玩一些board game的游戏 这里是BBQ的area 然后这里是个campsite 就很多人也是在这里搭帐篷 旁边就是一个playground 这里也有swimming pool tennis court跟basketball court这里都有 这里就是我们campsite的一个lot 在10点前就要check out 我们就简单煮了个意大利面来吃 买露营设备的时候 推荐你们买这个camping cold pot 方便你们煮东西 住在holiday park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因为我们要用他们的设施来冲凉 他们的厕所我没有拍到 但是他的设施也是非常的完善 就是他冲凉跟上厕所的地方都有分离 非常干净 为了省钱今天我们又住在车上一晚 今天我们选择住在bayview的holiday park holiday park会比较小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kitchen 热水壶 oven 然后烤面包的煮菜的冰箱 然后这里有一个laundry 然后有washing machine 这里也是要另外付费的 这是 1块钱 还有这些shower 这里也是要给1块钱 飞емся 就需要用电的煮菜 是开玩家的消息 这里是我们的营地 就在这里 5号 然后过后我们会搭帐篷在这里 车的旁边 前天我们已经有搭帐篷的经验 所以这次我们用了比较少的时间 就顺利把帐篷搭好了 我们参加了一个跨年的活动叫Arcadian 我们会在那边当志愿者 我们会在这里录影 当我们进到来营地的时候 这里是完全没有网线的 所以真的是以事隔绝 享受大自然 今天我们都睡到自然行 我是被隔壁小哥哥在弹吉他 美妙的一页换行的 这里让我感受到无比的自由 非常的优秀 然后再观察看看这些孩子们 他们都不会因为没有了玩手机 而胡闹很吵 他们反而会结交新朋友一起玩 这才是 所以就是我们过后 仅要工作的地方 这是一个优秀 我会去试试 你能不能够喝? 你会去试试 我会去试试 你会去试试 你可以拿这个照片 你会去试试 你试试 我喜欢我 我喜欢试试 你会去试试 你会去试试 我会去试试 我会去试试 在这里当志工大家都能享受免费的晚餐 露营的车越来越多 因为今天是跨年活动 所以非常的热闹 好漂亮的天空 因为天也是要慢慢暗了 也证明跨年活动要开始了 我总是沙洋 一堆你是宠宠宠 requires 一堆是为虚uma 就是 柳 baş confirmed Murn数 早新骨牌 编猎 四市 住凖 水 好 伸 bidding 伸 bidding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刚好今天我们坐到8点的Shift 才睡几个小时的我们现在就要开店了 Oh no 好多杯要洗 这都是昨天留下来的 现在我们要做Chai的饮料 你敢不敢喝我们的黑暗料理 来我来卖这个产品 一关不介绍了就酒咯 青色的酒 有一个 来过来过 是比尔来的我 哦 就比尔 我们会收到15块的token 然后你可以半价买 这些全部饮料 跟Compass一样 是有BBQ 还有一个是鸡蛋 它是马来西亚做的 本身应该是批出来而已啦 就是它是购买的 好 你好 你想吃什么 她以为早上很多人会睡不醒 过了不久客人就陆陆细细来买饮料喝 有免费的橙汁喝 除了Bartender的工作 我们也是要做环保工作 午餐我们吃老干妈的Spaghetti 一个星期就这样结束啦 我们就是有随带车跟录音都有 蛮不错的体验